Hello 预测一下美国大选的结果 今天是10月15号 美国大选投票日 还有18天 我现在提前预测 特朗普胜 被啥呢 我觉得这从三点 一下三点里有说 第一个 美国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任 女性总统 这次应该也不会例外 因为什么 哈里斯市 中途 临时 有失 接任 拜登竞选第二任 这个名分 准备时间就不足 这个方方面面 虽然说 现在民调差不多 或者说哈里斯民调领先 但是 有水分 第二点 特朗普是一个曾经的总统 现在国际形势这么复杂 这么难办 美国民众在投票的时刻会更清楚一点 更清楚一点会选择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当总统解决国内和国际的事务 当然了这个特朗普更适合 第三点 特朗普是一个最真实的人 怎么叫真实 他不虚伪 不做作 不走传统的官场的条路 他有什么说什么 敢 倡议之言 他的这些优点特点 得到了众多选民的热爱 尽管现在 还有十来天 有些选民肯定是藏在心里不愿意说出来 等投票日的时候 大家都会变得非常非常地慎重 会非常非常地认真选择 经过自己的小心脏 小脑瓜 一盘算 一算计 OK 那还是特朗普合适 因为特朗普的话 过选这个俄罗斯 乌克兰 加沙地带 包括 包括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 这些事物 都有经验 而且说话也有分量 所以说综合以上因素 我觉着 特朗普胜 大家怎么看 评龙区见 拜拜